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52年 在山西省林坟市 一个名叫猴马的小镇 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处 东周时期的静文化遗存 几番调查 遗存成了规模巨大的遗址 遗址性质也完全超越了 起初人们以为的 禁锢普通封印 1955年 小镇要被扩建为城市 在配合一家刚刚落户的 平阳机械厂基建的过程中 考古队员意外发现了一座 2000多年前 代表着当时最高生产技术的 古代工厂 祝铜遗址 随着祝铜遗址的发现 学术界开始重新思考 猴马在晋国的地位 根据规模和时代分析 它就是建都长达209年 持续百年霸业的 晋国中晚期国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发掘考古 要进行考古活动 这就引发了后来的侯马地区的 以侯马地区核心的两次全国考古大会战 我们考古界都称之为侯马大会战 不仅是山西省 当时的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也很重视 所以说就调集了出山西省文化会的这些考古人之外 第二是很多全国各地的一些力量来支援它 所以就是成了在这个时期 最重要的一个考古的现场发掘 当时有国家文物局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还有这个中国历史博物馆 以及周边十几个省市的考古经营 在这个地方进行发掘 当时的队长是我们山西省的一个 古文字学家 考古学家张涵先生 副队长是 后来是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组长黄敬岳先生 1960年秋天 随着参加会战的多支考古力量 陆续抵达号码 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会战终于展开 这场战斗的目的不是消灭敌人 而是在广阔的遗址范围内 通过大面积揭露的办法 记录遗迹现象 疲取文物 对禁国遗址进行全方位解雇 在大会战开始前 猴马工作站的力量 首先得到了加强 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生 吴振璐就是其中之一 我是柳仁 来的 在学校毕业以后 直接分到山西考古 考古说又把我分到这个 全国宋敛这个地区 想起几十年前的往事 84岁高龄的吴振璐 依然振奋不已 当时全国来了十大几个宋师 一百左右的干部 整个工地 在工人上上最高的那是三四百人 好家的大冰山作战 盛世很大 在当时国际上 一些专家也来参观了 日本的 法国的 新加坡的 越南人 不论哪儿来的 什么广东的 黑龙江的 北京的 大城市的 小城市的 来来后 大家都是一家人似的 非常亲切 第一次大会战 从1960年秋天 一直持续到1961年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次大会战 主要集中在 现在的猴马平安机械场这一带 发掘的是 猴马驻冲遗址的二号 二号遗址 中国的组统一致 不仅是规模的 技术也行 从同一时期的 其他国家的 人就不行 因为是 去过 去过 它这个主动技术 水平 和异性的水平 需要 给我们 建国 要操 在崇尚 李越制度的 周王朝 青铜李契 代表 贵族的 等级地位 兵器和钱币 则关系着 国家明白 如此重要的工业基地 怎么可能 不放在国都之内呢 在发掘 祝同遗址的同时 联合考古队 排队牛村 平旺 台神 白殿等村落 附近的夯土机制 进行了钻探和视觉 确定的它们 都是拥有城墙 城门 道路 城内分布有 大型建筑台机的 古城移植 考古队员开始怀疑 头马很有可能 是建国当时的 国都所在 1961年夏季 由于小麦即将成熟 参与考古发掘的 众多农村劳动力 要恢复农业生产 第一次大会战 因此暂时终止 来自其他单位的 各回各家 只剩下猴马工作站的 几名队员 也没有闲着 然后呢 他们以猴马为核心 对周边地区进行调查 正是在这次调查中 考古队员 在曲沃县曲村镇 发现了西州时期的 晋国遗村 也就是后来 也就是后来周恒先生 看中的曲村天马遗址 只是在这个时候 谁都没有想到 他竟然是另一处 建国国度 这一年冬天农闲的时候 随着一声召唤 身处各地的考古队员 又打好了背包 再次来到猴马 第二次大会战 正式开始 在田野考古 方兴为爱的 六十年代初期 能参加这样高水平的团队 对大多数队员来说 都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所以说好多考古人说 红马就是做考古的摇篮 这些人在红马 通过发掘静国遗址 积累了相当丰富的 田野考古经验 回去以后就成了 各个地方的文物 经营 当时我们也很振奋 特别我刚参加工作 参加那么大 为我这个考古 中文人说 专家学制从来好多 马人一学习 我感觉很幸运 六十年代初 正在进行的猴马城市建设 也不得不被放弃 已经建成的半个城市 后来成了区卧县政府新的驻地 直到1971年 才再次成立了现在的县级市 猴马 冬天我穿的棉袄是那个军装染成黑色的布了 由于穿的时间久吧 这个到处磨的那个破窟窿 露的白棉花 老乡问 问我们一道说 这个人是不是家里头是特别困难 主要就是我们搞考古的吧 不追求这个穿戴 我们还算不错了 我们吃每一个月吃36斤粮票的粮食 算是半夜外工作 所以突破了27斤的这个范围 我们的薄荷包小时 我们起码在45小时 回来他就干了 写机有整理的挖越了东西 第二次大会战开始于1962年 在从事考古工作前 梁子明原本是一名电影工作者 参与过那个时代人们所熟知的电影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拍摄 他之所以后来又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文物摄影工作 转折点就是这次考古大会战 因为来的人很多 十几个城市的同志们都要开放 瓦目 大面积的揭露 这没有个专业搞摄影的 不行啊 我正好是在制片厂 搞故事片摄影 因为那故事片摄影不搞了 搞这个文物摄影 总还能行啊 所以就奉命 到了后马 参加这项工作 走进考古工地 他的职责是拿起相机 拍摄一个个珍贵的遗迹现象 记录每件器物出土时的状态 老子钉在工地上 我要伺候一百来苦的人啊 我要是伺候一个人两个人还好 你给我照顾一下 我今天有什么事 那可以不来 这个不行啊 一百多个人都在工地上挖掘了 这儿出事去照 那儿去照 你光照还不行 还得做记录啊 直到今天 拍摄探方或者木坑中的遗迹现象时 文物摄影工作者 还是需要爬高下地 架起梯子顶脚俯拍 是最常用的手法 野外摄影 可以说是非常艰苦 非常艰苦 两条腿 我现在还提箭子了 我啊 现在还提箭子了 为什么能提箭子了 那可能和我这个职业有关系 一辈子跑了一辈子 所以这两条腿的功夫还在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两次考古大会战下来 在筑同遗址的发掘过程中 梁子明拍摄了大量逃模 逃犯的照片 在他看来 每一件逃犯都是精美的艺术品 相当精细 文实也很复杂 现在的人啊 看见以后都很惊讶 当时那个时候 就能做出这样的东西 大的 气形大的 有一人高 一米五六 小的了 可以小到很小 一点点 这个文式 细的 细到什么程度了 没法形容 多年以后 当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得知他手中 有这样一批珍贵资料后 特意派人找到他 在海外合作出版了一本 名为 《猴马逃犯艺术的学术专著》 为了完成作品 梁子明苦思冥想 才找到了一个词汇 用来形容逃犯上文式的细致入微 即使是这样 对于这个阶段的工作 梁子明依然觉得 有很多遗憾 例如 发掘过程中 镜头下出现最多的 永远是出土器物 付出巨大努力 辛勤工作的劳动者 很多都没能留下 哪怕是一个最简单的身影 制片厂扛机器 最刺也是和平牌的摄像机 到了这以后 哎呀 那这就是海鸥啊 或者是什么东方红啊 这一类国产的那个相机 脚转又不多 制度又很严 所以很多东西 本来应该照的 第二次大会战 最大的收获是数万块逃模逃犯 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 主要是因为 考古队员竟然挖到了 晋国的中央铸壁厂 光空手铺的上面那个空手里面 那个鞋就有十多万 那你想想当时的这个 铸造的钱币的量是特别大的 1963年 考古队队长张翰 发表了一篇 名为 《几年来猴马晋国遗址考古工作的情况和收获》 《几年来猴马晋国遗址考古工作的情况和收获》 《猴马猪铜遗址》 是目前在我国范围内 发掘面积最大 保存的最好的 出土这个猪铜遗址最多的 一个猪铜遗址 它在这个晋国的 这个 所工业的这个地位是非常高的 前后两次考古大会战 主要围绕猪铜遗址进行 可即使是这样 7000平方米的古代工厂 发掘面积才刚刚过半 还有许多遗存 直到今天 依然隐藏在各种建筑物之下 既然遗址的性质已经零了 原样封存 其实是更好的保护 毕竟科学的发掘 从某种意义上讲 同样是一种破坏 例如猪铜遗址的发掘 就因为种种原因 留下了遗憾 首先年代的问题 其实就没有搞得很清楚 因为当年60年代的发掘工作 那个时候没有来得及及时整理 后马猪铜遗址的报告 一直到了90年代 1993年左右才出版 年代久远 再加上参与发掘的人实在太多 到了90年代重新编写报告时 参与者很难再去搜集完整的资料 客观上应该说 这个资料垂在一些 这个不是很清楚的地方 发表的依垂单位里面 发表逃犯的单位 发表的淘气非常少 发表淘气的单位 发表的淘犯非常少 所以这样就不利于考古学家 对他的年代迹象 这个仔细地比对和研究 1963年以后 因为大多数工程建设已经停止 进都新田遗址的发掘 也陷入了沉寂 可全国各地的考古工作者 却始终牵挂着猴马 依照考古学的标准 作为古代国家的都城 城址 作坊游乐 但同为重要因素的宫殿 宗庙等礼制建筑有没有 它们又会在哪里 在这说 牛村 五行马 台神 白殿等村落附近 都发现了小城 那么哪一座是宫城 宫城之外其他的小城 又是什么形式 围绕着整个都城的城墙 也就是外国城又在哪呢 1965年 已经在猴马落户 并投入生产的几家企业 遇到了电力紧张的问题 于是一座发电厂 被纳入了新的建设规划 得到消息 猴马工作站急忙派人介入 我进行土炭 就是几米远一个 用洛阳碳产 看看城土 土城 地下的一些情况 结果转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一记现象虽然奇特 但在经验丰富的考古学者看来 这却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这些有别于墓葬的小坑 其实是古人举行祭祀仪式后 留下的痕迹 电厂区域存在如此多祭祀坑 难道说附近会出现大型墓葬 或宗庙建筑吗 因为大家感觉到这个东西 在猴马地区发现的不算太多 情绪上都很振奋 得知猴马出现了密集的祭祀坑 不能守在县堂的前辈们万分交集 纷纷嘱托猴马工作站 一定要对这些祭祀坑 进行细致清理 这时候大会战早已结束 工作站只有几个人的编制 可是钻探数据表明 祭祀坑足有400多个 该怎么挖呢 清光简学的学生 来帮我们一块来挖掘 时间紧急 在简单培训过后 考古队员带着一些 十五六岁的学生 开始了发掘工作 就是连着转 一天都不休息 天气冷啊 正好是三九天 我们那个时候生活也不太好 烧上一通开水 里边倒点酱油 搁点小葱花一搅 就是喝这个 祭祀坑中 除了当作牺牲的牲畜骨骼外 偶尔会出土一些玉黄 玉龟 玉戈等玉制礼器 在古人看来 玉器晶莹温润 不会腐蚀 可以在人神之间来往 沟通天地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掘 探方中许多祭祀坑 都已经接近了坑地 12月9日 正当考古队员们 聚集在一处祭祀坑旁 观察遗迹现象时 另一处 由学生清理的祭祀坑里 意外出土了许多小玉片 当时我们管不过来 那么大的场地 结果学生就看见这个也说好 那个也说好 这个拿一片 那个拿一片 在那儿就玩开了 庆幸的是 工地负责人陶正刚 很快出面致志 然而 当他从学生手中 接过一枚玉片时 突然发现 上面有很多 颜色鲜红 用朱砂书写的文字 他立刻意识到 这些文物非同一般 很可能价值惊人 自他会说话 他能解决 你要想要的东西 尽管还不知道 这些玉片是什么 上面的文字写了什么 但是看到如此重要的气 在祭祀坑里出现 陶正刚第一个反应就是 要确保不让一枚玉片流失 同时还要保护好 上面的文字 他赶快找人家老师 找老师干啥 没有离开这个场地 以前好吧 一离开场地以后 你就不好说了 给老师讲 说这个东西太重要了 大家第一 不敢再玩了 第二 装到兜里边的 拿到手里边的 都赶快交回来 玉片被竹衣收回 得到了妥善的保管 最终 陶古动员发现 共有40多个祭祀坑 都出土了类似的玉片 石片 其中有1500多枚 写有文字 众所周知 田野考古 关注实物资料 目的是获取更多古代信息 居址 墓葬等建筑遗存本身 以及这些单位中出土的器物 古人在制造和使用的过程中 固人会赋予他们一定的内涵 但从信息量和准确度来看 文字无疑拥有优势 这也是带有明文的青铜器 更加珍贵的主要原因 弄个陶罐 弄个什么铜器 这还得和别的地方去比较 还得看看它的特点 还能 只能说个大概 可能 但是字的话呢 那是啥就是啥 没有讨论的余地 所以这是贴政 侯马进都新田遗址 出土的这些带有文字的语片 除了个别的字数较少 多数都有几十个文字 最多的语片 甚至有二百二十个字 可以看作是一篇篇完整的文章 在当时是引起轰动 学术界对此有很多观点 著名的大家 你比如郭沫若先生等等 他们都对这个有研究 出土于祭祀坑 玉片上的这些文字 记录的是春秋晚期 晋国国内多方势力 惠盟时的盟约和誓词 古人在结盟宣誓之后 会将写有盟式内容的玉片 与供奉给神灵祖先的祭品 一起埋入地下 请他们来监督盟月的执行 人们因此命名他为侯马蒙叔 侯马蒙叔 1995年被评为建国以来 全国十大考古发现自一 就说明他这个文物价值 包括这个历史价值非常大 和史记 左传 战国策 这些汉代学者记录的史料相比 由真实历史的旁观者 甚至是参与者亲手书写 供奉给神的文字 可信度之高 不言而喻 自1965年发现以来 考古工作者们一直在钻研 长达数十万字的侯马蒙叔 试图还原发生在进都新田的 这些历史事件 山西省的张汉先生 以及进行这次考古发掘的 张守中 陶正刚先生 他们对这蒙叔也都非常研究 后来呢 他们又成立三人蒙叔整理小组 专门出了一本书叫《侯马蒙叔》 就系统地介绍了这次考古发掘 蒙叔发现的过程 发现的内容 以及研究的成果 即便是在70年代 考古工作陷入停滞的时候 三人小组也没有放弃研究 他们从辨识文字入手 对每一篇蒙叔的年代 涉及的人物和事件 做了细致的熟练 研究者认为 这些蒙叔的内容 反映的是公元前497年以后 这八年时间 晋国的一次内部 清族之间这种兼并斗争的 这么一个过程 主要是当时晋国国君 以及赵央 魏 韩 智 智氏这几个家族一派的 唯一派的 另一派是进过邯郸的赵氏 还有中杭氏 范氏等等 一些家族之间这两个大的 这也能和集团之间的斗争 既猴马蒙叔出土之后 主要以配合基建项目为主的遗址发掘 又沉寂了三年多 1969年秋天 在一次农田水利建设过程中 人们在猴马东郊的桥村 又发现了一些墓葬 经过发掘 其中15座都存在人训现象 规模最大的二号墓 甚至一次使用了18名人生 用活人训葬 意味着墓主人生前 拥有很高的等级和地位 一开始人们甚至怀疑 二号墓主人可能是某位建国国君 可是随后的清理却发现 这些墓葬的年代均为战国早期 要知道东周的前后两个阶段 春秋和战国的划分标志之一 就是建国的灭亡 由此可见 这批墓葬其实不属于建国 时间进入七十年代 新田遗址的发掘时段时序 1971年 考古队员在发现猴马蒙叔的 蒙氏遗址西侧 又发现和清理了200多座祭祀坑 1972年 在靠近城市中心的秦村 钻探数据显示 这里东西城行 南北城牌 密集有序地排列着 900多座春秋晚期的墓葬 在发掘过的79座墓葬中 人们发现 墓主人是以壮年男性为主 很多人体骨骼上还遗留着创伤 甚至兵器的残片 经过分析 这些人应该是某次战争中阵亡的将士 从排列整齐 墓地没有明显分区来看 他们甚至可能是死于同一场战争 1973年 考古队员在侯马西南 发现了拥有墓葬 1400多座的上马墓地 这些墓葬从西周晚期 一直延续到战国早期 横跨了整个新田时代 值得注意的是 伤马墓地墓葬分布密集 等其差异明显 但在 随着国军大墓的出现 新田遗址再无争议 现代考古发掘 用过硬的实物证据填补了文献记载的缺失 数十年过去 小城猴马已经成长为一个经济繁荣 百叶兴旺的移居城市 令人惊叹的是 在跨越数千载的两个时空里 人们对土厚水深 居之不及的这块风水暴力 竟然有着惊人的共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